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下一个来爱你的人 今天占卜呢 跟往期一样 我呢 也是提前的收集了一下你们的能量信息 把它们分别放在了你面前的这五组牌卡里 我们从左往右依次是第一组 第二组 第三组 第四组和第五组 今天的选牌呢 大家可以通过牌面上不同的图案来进行一个选择 或者是参照每一组牌卡我给你们准备的不同颜色的数字小物 我们来看一下第一组 第一组这里是一个手 第一组牌数字小物是这个绿色的数字二 第二组 第二组我给大家选用的是红色的数字一 第二组我给大家选用的是红色的数字一 第四组 我给大家选用的是红色的数字七 然后是第四组 我给大家选用的数字小物是红色的数字七 第四组 我给大家选用的是红色的数字六 然后是最后一组 第五组 给大家看这个图案 第五组 这里给你们选用的数字小物是灰色的数字八 好 为了方便呢 大家可以跟每一组牌卡做一个比较有效的能量连接 好 现在让我们一起闭上眼睛 深呼吸一口气 我们来连接一下宇宙的能量 然后我们来问宇宙 宇宙请你告诉我 下一个来爱我的人 他是谁呢 感恩宇宙 深呼吸 睁开你的眼睛 看向你面前的这五组牌 用你的第一直觉去感受哪一张牌卡的能量信息 或者是哪一个数字字符的能量信息 有吸引到你 那由于我们这里呢 是大众占卜 如果你实在是觉得有两张牌卡 或者是两个数字字符的能量信息 都同时非常吸引你的话呢 那么你也是可以点开两组都看的 也就是说 你很有可能是 我们在两组牌卡里都可以找到和自己有关有对应的信息内容 好 那如果呢 你已经选择好了属于你的牌组 我们就来看一下下一个来爱你的人具体的信息内容吧 我们待会见 嗨 大家好 欢迎选择到第一组牌的朋友 你们选择的是这个手掌的图案 这张牌卡上面写的是Healing 疗愈 好 这里是你们选择的数字字符 数字二 我们今天呢 会借助一下塔罗牌 我们来看一下下一个来爱你的人具体信息内容 好 宇宙请你告诉我 选择到第一组牌的朋友 下一个来爱他们的人 具体他是谁呢 感恩宇宙 好 我们这边因为牌卡会有点粘 我们都会选第一张牌 这里是圣杯骑士的妮威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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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权杖一的逆围 圣非国王的逆围 月亮牌的逆围 好我们最后一张 保健六的逆围 首先这一边选择到第一组牌的朋友 我们从抽到的五张牌卡 来看这个人具体信息的时候 给大家看一下牌底的能量是 烈人牌 那么这个人他 第一个非常 主观上可以看到的信息是 我们的五张塔罗牌 全部是逆位 然后大家抽到的这张能量牌卡 上面写的是疗愈 我感觉到这个人 他跟你下一个来爱你的人 在他心中其实是有一定的能量信息 他可能还没有能够完全的 可以很顺畅 很自然的去做一个表达 因为这边有很多非常好的能量牌卡 但是现在是一个逆位的状态 我们一张一张牌的来看 首先呢是这个 圣杯启示 是圣杯启示 圣杯启示呢 这个人啊 他其实是一个非常浪漫的启示 在四个启示当中 这个人是最在乎 内心或者是内在的一个感觉的 那这个人呢 对爱情啊 他会有非常强烈的那种 喜欢浪漫 罗曼蒂克式的那种爱情感觉 这张牌卡 因为是歧视哦 我感觉到下一个来爱你们的人 他的能量啊 我觉得他不像是一个特别老成 或者是特别年轻幼稚的 这个人给我的感觉会在中年 在他人生的一个中年阶段 也就是说这个人很有可能啊 会是三十岁到四十岁 区间的一个年龄 那他给我的感觉呢 在能量方面上啊 我觉得他的浪漫的那种 就是喜欢浪漫 向往浪漫的感情啊 会在下一次跟你相遇 和你们相爱 慢慢开始展开恋情以后 开始打开 现在这个人 他给我的感觉哦 他对浪漫其实是有一点点 要么是担心 要么是没有办法表达和给予 或者是说 因为我们这里有疗愈的信息 他曾经的浪漫 给了一个不对的人 或者是说他曾经的浪漫 并没有让他在一段感情关系当中 得到了他内心所向往的浪漫 这是第一张牌 第二张牌 我们这里是权杖一 这个人啊 你看这个人 他其实画的就是 这个火是在他的那个 第三只眼上的嘛 我觉得这个人他 他对他自己的爱情生活 其实有非常高的一个追求 有非常高的追求 这个人给我的感觉 其实在他的心中 爱情其实是一个很重 意义重大的一件事情 他很希望自己可以得到一个 情感上的一个满足 而且是从爱情当中获得 所以这个人给我的感觉是什么呢 有非常强烈的 心中曾经受伤 心中曾经受伤 那么我感觉到这个人 他其实内心是一个很火热 非常 给人的感觉是一个很暖 很热的 很暖很热的 你看我们这边都是红色 给人的感觉是很温暖 很热烈 很有热情 有激情的一个人 但是我们这里两张逆位 加上疗愈 我感觉到这个人 他之前真的有受伤 在感情当中有受伤 可是呢 他的那种 我们所谓的内在的这种热 是没有办法真正去 我们所谓的抹灭 因为这个人我感觉到 他在跟你刚刚相处和相识的时候 你们有可能并不能够 真正的体会到这个人的热 这个人给你的感受 特别是在刚刚开始的时候 会是一个外冷内热的人 所以跟这个人相处啊 选择到第一组牌的朋友 我觉得你们需要跟他 需要去有一点时间 多一点时间去了解 多一点的时间去 相处 交流 谈心 让这个人的心呢 慢慢的打开 而这个人呢 他本质上是一个圣杯国王 他事实上是一个非常温柔 非常 重感情 讲义气 而且呢 非常向往爱情的一个人 这个人给我这种能量信息 所以大家要给他一点时间 我们这边也出现了 双鱼座 巨蟹座 当然也有可能是天蝎座啊 这样子的能量排卡 这样子的星座能量啊 这个人的水元素比较的多 水元素比较多 因为这个人 他 我们这里看到的那个能量排卡 是疗愈哦 那这个人呢 他什么地方需要疗愈 我们这里是绿色的啊 心轮的颜色 他的心需要疗愈 这个人给我的感觉是 他会在下一段 跟你的感情当中 重新找到自己 内心深层次 那个喜欢爱情 喜欢浪漫 对感情有追求的这种能量啊 他会重新开始 这个人现在的心轮 应该是比较堵塞的 能量比较的低 但是我感觉到 在跟你相遇 跟相识以后 这个人的心轮 会重新被激活 或者是说 他的心轮 可以得到一个充分的疗愈 那么在抽到 Healing这张牌的时候呢 我还感觉到 选择到第一组牌的朋友 这里呢 我感觉到很强的一个 那种镜子的能量啊 镜子 我们这里也是二嘛 二啊 二是两个 两个人 Duality 我感觉到 你跟这个人啊 有可能是什么呢 你们两个人很像 镜子当中的两个人 你看到他的时候 他的那些能量 他的那些表情 他的那些语言 和那些态度 对感情 特别是对感情的态度 能够激发出 你内心深层次的那些 曾经的 记忆 你们两个人 不仅仅是对方疗愈 我感觉到 选得到第一组牌的朋友 你跟他两个人 会在下一次的爱情当中 两个人同时 得到一个疗愈 不仅仅是你疗愈他 或者是他被你疗愈 我感觉到 你跟这个人啊 你们两个人非常有这种 镜面的这种感觉 你们会在相互彼此当中 找到自己的影子 而且你会跟这个人 两个人一起 共同疗愈 心中的伤痛 过往的那些 委屈也好 难过也好 或者是说 那种曾经没有走完的感情 或者是曾经没有给你一个 你觉得是一个好的结果的那种感情 就是你的心会跟他一起做一个疗愈 你们两个人会一起疗愈 我们这边有一张月亮牌的逆围 这个人给我的感觉呢 他 你会看到这个人 他在那个生活当中 情感当中 可能会让你觉得他比较的 头晕目眩 就是给人感觉他其实不知道自己 还能相信什么 还能否再次相信爱情 这个人会给你这种能量信息 我们最后一张牌卡是 保健六的逆围 其实这个人啊 他在心中等待着你 他在心中呢 召唤着你 在他的潜意识里 这个人在不断的去向宇宙祈祷也好 或者用潜意识去召唤也好 他在等待一个能够理解他 甚至是跟他一样的重感情 重义气的人 而这个人就是你 我听到这个信息 保健六的逆围 他其实特别希望有一个人 能够救他 什么叫救他 是救他的思想 救他的感情 救他能够不要在 所谓的那种怀疑中生活 因为这个人本身是一个特别善良 特别对感情特别真诚 愿意付出真情的一个人 可是他过去的感情生活 让他怀疑爱情 让他怀疑自己对爱情的这个态度 是否是正确的 那么你的出现和你们两个人的相遇 是一个镜子 你们会相互的彼此的疗愈好对方的心 尤其是你们心轮的能量信息 我听到这个信息 我们再来看一下你们两个人的相处 现在我们来看你们两个人相处 你跟这个下一个来爱你的人 你们会如何相处 我们来问一遍 我们也是选择一个 保健适者的另一位 好 猩猩牌的另一位 拳杖刺的另一位 OK 圣杯皇后的另一位 好 金屁骑士的另一位 OK 你们两个人会如何相处 在你们两个人初识的时候 我听到信息是 你们会对彼此呢 有一种莫名的熟悉感 你们很喜欢跟对方聊天 虽然说你们聊天的信息 和聊天里的内容 不会涉及太多的 跟感情有关的语言 或者是我们所谓的敏感话题 我听到这个信息 刚开始的时候 你们比较像是一个 以普通朋友 普通朋友的方式去相处 保健适者 对 第二张牌呢 是心心的逆位 其实你们在心中啊 早已对那个人 就是我们所谓的 下一个来爱你的这个人 你们早就在心中 已经默默的喜欢上了彼此 对彼此非常的有感觉 非常的有感觉 甚至是 就像我说的 下一个来爱你的人 你会在这个人身上 看到非常多的 自己的影子 看到自己的影子 那么这个人 你在跟他相遇的以后 就是 初步了解以后 你会慢慢的爱上他 慢慢的喜欢上他 对方也同样如此 但是你们两个人 心中会有很多的焦虑 还有恐惧的感觉 因为在这张 星星牌的逆位当中 我看到的是 你们心中啊 已经觉得对方 就是你们在寻找的 或者是说 这个人就像是 你一直 想要等的那个 可以解救你感情生活的 那个人 然后我听到这个信息 我要往上一点 感觉有点 但是呢 你们的心中很怕 所以我们这边 星星牌是一个逆位 你们心中很恐惧 你们很担心 你们担心这个人 怕他跟你的想法不一样 怕他没有你那样爱他 或者是怕他没有 像你对他那么心动一样的 对你心动 第二个恐惧呢 我看到是 如果选得到第一组牌的朋友 你们跟这个人一样 心中也有情伤的话 你们很担心这个人 会再一次让你们陷入到 伤心难过的那种 感情当中去 炫尽一个 不能给你们幸福和快乐的感情中 对方跟你呢 我刚才有讲过 他是一面镜子 对方心中对你有同样的感情 可是对方心中跟你 也有同样的恐惧 第三张牌 权杖四的逆位 你们两个人在一起啊 有特别多的机会 可以一起去相处 我听到这个信息 甚至是一起去一个什么地方 那么这个地方呢 有可能不仅仅是两个人 当然有的时候 你们也有独处的机会 但是我听到这个权杖四是 有的时候你们有那种 比方说一起出去办事 一起出去做项目 一起去学习 一起去参加某个活动 就是有非常多一起的能量信息 这个一起并不一定只是说 你们两个人的约会 这种一起 这种一起给我的感觉是 你们两个人可能在生活当中 会有一些地方 还有很多的交集 我听到这个内容 权杖四的逆位 那么你们在一起呢 你会感觉跟这个人在一起 非常的有默契 你们在一起的时间啊 过得非常的快 你会觉得跟他在一起 特别的开心 非常的轻松 一切的烦恼 似乎都可以忘掉了 权杖 第四第九章牌啊 我们这里是圣杯皇后的逆位 在你们的心中啊 我听到是 其实你跟他两个人 就是一个完美的 我们所谓的couple啊 一个pair 就是一对啊 天生完美的一对 如果说他是这个圣杯国王的话 你就是这个圣杯皇后 如果说他是圣杯皇后的话 你就是这个圣杯国王 我们这里啊 两个水啊 两个水 所以选得到第一组牌的朋友 很有可能你们这边啊 在心盘当中 你们的水元素也是很多的啊 也是很多的 圣杯皇后的逆位 我看到是 你们两个人在相处以后 你们会发现 你们的内心啊 就是会有很多的情感和波动 如果说之前 你们觉得好像在爱情当中 就我们那种 说的 好像心都已经死掉了啊 不再相信爱情啊 但是呢 你会发现 跟这个人的相处 跟这个人的相处 跟这个人的认识啊 你会觉得你的那个情感 没有办法去压抑 内心深层次的那种 情绪的变化 会有很多的情感和那种波纹产生 经常就会有心动的感觉 非常想让自己的心再一次打开 因为你希望让这个人走进来 我听到这个信息 但是呢 我们这里的圣杯皇后是逆位啊 还是有一些阻碍的信息 有可能是来自于本身 你对爱情的恐惧 也有可能是来自于 就是说 你从对方的身上可以看到 他对感情会有一点点 没有把握 或者是不敢去 真实的去面对 我听到这个信息 然后我们最后一张牌呢 是金币骑士的逆位 这张牌卡给我非常强烈的感觉是 你们会在 下一段感情关系当中 和这个人慢慢的相处 慢慢的去了解彼此 然后呢 也是慢慢的爱上对方 我听到这个信息 那么金币骑士这张牌卡 这个金币是在行走 在动的一个过程 我感觉到 你跟这个人的感情关系啊 是那种 慢慢喜欢你的感觉 就是慢慢 整个这个给我的感觉都是慢慢 非常的温柔 非常的轻柔 但是呢 又有非常多的那种情感 水元素 加在其中 所以 选择到第一组牌的朋友 下一个来爱你的这个人呢 他会跟你两个人慢慢的相处 你会慢慢的喜欢上他 对方也会慢慢的爱上你 我们讲到这个地方呢 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人哦 他的 工作啊 看一下他的工作 我们来看一下宇宙 给我们的这个 算是一个指引和建议好不好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人的工作啊 宇宙请你告诉我 选择到第一组牌的朋友 这个下一个来爱他们的人 会是大概什么样子的人 请你给我们一些指引信息好吗 感恩宇宙 好 我们这里是bodywalk ok 那这张牌给我的感觉哦 下一个来爱你们的人呢 首先 这个人 他是一个 很亮眼的人 外形当中非常的亮眼 他有可能是一个美女 有可能是一个帅哥哦 那么这个人 他很在乎自己的外形 无论他长得有多好看 或者是长得有多帅 就是我们说那个脸啊 但是这个人呢 他会把自己 就是身材打理的很好 如果是女生的话 这个人可能会比较会穿衣打扮 而且呢还会身材很好 喜欢健身 那如果这个人是男性的话呢 这个人我感觉到他会比较喜欢 去健身房 就是健身 让自己的身材弄得很好 弄得很棒 甚至有可能他会就是有蛮多肌肉的 我感觉到 那再一个呢 就是这个人哦 有可能会有点喜欢纹身之类的东西 比方说 纹身或者是耳钉 就是那种带首饰 但是这种首饰是 就是耳钉嘛 就是要穿 从那个身体上穿一个洞嘛 就是有跟身体相关的这些东西 他会蛮感兴趣的 耳洞 然后我们这里看到是 body walk 这个人他有可能是从事 艺术相关工作 这个人比方说 他会 如果是在我们所谓的职场当中 他有可能是公司的那种 做策划 做设计 或者是说 管理一些跟创造 和发挥想象力有关的工作的一个人 那么在职业方面 这个人有可能是 画师 有可能是动漫师 有可能是 健身教练 有可能他是一个做那种彩妆的博主 有可能他是一个 比方说自己开店做生意的老板 但是他的生意可能会是 卖一些跟 手饰啦 衣服啦 鞋子啦 包包啦 就是我们所谓的 跟那种变美有关的东西 这个人呢 也有可能是做医疗保健相关的 医疗保健 就是很关心自己的身体 不仅仅是外形 还有身体健康 就是跟这些有关的一些职业吧 我们这里还有物理治疗师 物理治疗师 按摩师 好 那我们的最后的最后呢 我们来问一下天使啊 关于下一个来爱你的人 我们来看一下天使 有什么信息 做 confirmation 或者是做补充 我们来看最后一个 医疗告诉我 选择第一组牌的朋友 下一个来爱他们的人啊 你有怎样的讯息 可以给我们呢 感恩宇宙 哎呀 这个牌有点多啊 好 我们把它上在这里 看一下有OK的啊 我们来看这些先翻开的吧 我们这里的信息哦 首先是reconciliation和解 和解这边呢 大家去看自己 对应自己的信息 有一些朋友呢 下一个来爱你们的人啊 有可能是你们的前任 有可能是你们前任 可是呢 我们的第二张牌卡 写的是释放你的前任 所以这边有可能是在 对应不同的朋友 如果你再等待一个 跟我刚才讲的 能量信息很像的一个的话 一个人的话 因为我听到是 我们第一组牌的朋友 跟疗愈啊 主能量是疗愈 所以说如果是之前 那个伤你的人 你的前任啊 他想回来找你 然后呢 他的能量信息又是一个 非常带有疗愈性的话 那么你可以考虑这个人 我觉得是可以的 第二个呢 我们这里有释放你的前任 这一张牌卡 我感觉到的是什么呢 就是下一个来爱你的人 可以带你走出前任 给你留下的那些印记 如果说你其实 在上一段感情关系当中 感情生活上 你觉得是不是很顺利 或者心中已经留下了一些伤的话 那么在你的下一段 爱情当中 这个来爱你的人 他会跟你很像 他也跟你一样 曾经在爱情当中 可能也是跌过跤 或者是受过伤的 那么跟这个人在一起 你会发现 你慢慢的从他的身上 可以找到很多 可以来疗愈你的信息 我听到这个 所以宇宙想告诉你的是 释放你的前任 大步的向前 你的疗愈 会在下一段爱情当中 开始或者是完成 我们接下来还有呢 让你的朋友帮助你啊 因为我看到选择第一组牌的朋友 你跟下一个来爱你的人 你们两个人心中都有伤 所以呢 有可能你们在感情当中 走得有一点点的慢 因为你们都很怕啊 我听到是 或者是你们都有一点去猜 猜对方到底是怎么想的 这样子的信息 所以如果是当你们碰到了 这样子的状况的话 宇宙提前给你的指示信号是 让你们的朋友帮你啊 你们会有共同的朋友 因为我看到是 你们有很多事情 要一起去做嘛 一起去完成 而且这些事情 不仅仅是两个人 还有其他周围的人 跟你们一起参与其中 所以你们肯定是 会有共同的朋友 介于你们两个人关系之间的 所以你可以找他们来帮你啊 第四张牌 宇宙给你的信息是 去爱这个人是安全的 所以我感觉到 下一个来爱你们的人 是宇宙给你们 早早就安排好了的 是给你们安排好的 你们碰到这个人的时候 你们一定会心中感觉到 有熟悉感 而且呢 宇宙还会给你们一些sign 就是那种指示信号 你会感觉得到啊 我觉得选得到第一个牌的朋友 你会感觉得到 这个人你是可以去好好爱 安全去爱的 最后一张牌 very soon 这张牌卡 我觉得 嗯 选得到第一组牌的朋友 无论你现在的感情生活状态 是单身 还是说刚刚走出一段 让你觉得很难受的 关系 或者是说 你现在还在自我疗愈的状态中的话 我觉得你离下一个来爱你的人 你们两个人之间的距离 已经非常近了 宇宙想告诉你的是 这个人他已经在路上了 你可以期待 OK 那这里啊 就是选择到第一组牌的朋友 我帮你们看到的 下一个来爱你们的人的所有信息内容 提前祝大家好运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hello大家好 欢迎选择到第二组牌的朋友 你们呢 选择的是这一个图文的牌面 我们来看一下这张能量牌卡 上面显得是 fertility 意思就是那种繁殖深殖的能力 以及丰富和风产 那我们来看一下 好 这边呢 是你们选择的数字小五 红色的数字一 好 我们今天呢 还是用一下塔罗牌 来看一下 下一个来爱你的人的 所有信息内容 我们来看一下 好 宇宙请你告诉我 选择到第二组牌的朋友 下一个来爱他们的人的信息 他是怎样的一个人呢 感恩宇宙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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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这里是圣碑八的逆位 权杖五 金碧十 权杖皇后的逆位 战车牌的逆位 这个人给我的感觉 这个人我们这里是金碧十在最中间 然后我们的能量牌卡是fertility 这个人给我的感觉呢 他下一次下一个来爱你的人 这个人他在找他未来的伴侣 他在找他未来的那个老公或者是老婆 甚至这个人还会把未来你们结婚的孩子 和相互彼此之间的父母的能量信息 全部都考虑进去 所以这个人呢我觉得选得到第二组牌的朋友 我们往好处去说这个人的话 就是他会对感情很认真 但是呢由于这个人啊 他是一个在找我们所谓的未来的那个老公 或者是老婆 甚至要去考虑孩子啊 家庭 所以这个人他在感情当中呢 他考虑的事情就不仅仅只是两个人彼此的感情那么简单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人具体能量信息 首先呢有圣杯八的逆位 这个人我感觉到啊 在他情感生成此次 这个人我感觉到啊 他其实是一个有点小执着 或者是有一点点那种 就像我们所说的有点固执啊 这个人给我感觉他有点固执 他对他有些东西呢 是蛮 怎么讲 就是他对有些事情 他不会轻易的妥协 这个人给我这个能量信息 圣杯八的逆位 有的时候 你在跟他相处的时候 你会觉得他明明知道 比方说什么才是比较好的啊 就是我们大众眼中或者是理性的 那这个人由于他有这种故事能量信息 他给我的感觉他有的时候 可能不会去轻易的改变 不会轻易的改变 而且这个人还给我一个感觉是 有些东西他不愿意放下 不愿意放下 或者是他知道放手可能更好 可是他却在情感当中 就是放手对于他来说 可能会有一点点难 那我听到这个内容 第二个信息呢 是权战五啊 那由于这样子的一个 我们从圣杯八刚才我讲的能量信息 到权战五 我感觉到他内心呢 其实有的时候会有一些冲突和矛盾 这个人就非常像一个苦了自己的人 什么意思呢 就说他其实明明可以轻松一点 想的少一点 可是他却让自己烦恼 他有些东西就是明明知道可能 比方说谁才是对他而言比较好的 哪一个选项才是比较轻松的 可是他就会想很多 他就是会想很多 他呢 但是在某种程度上也能够说明这个人哦 他其实是一个还蛮 怎么说呢 就是他会考虑 无论是人还是事哦 他会考虑方方面面 不同的感觉啊 不同的方面他都会去想 都会去考虑 所以这个人呢 给我的感觉 他在做决定的时候 他有拖延的感觉 也许这个人会有一点拖延症 对应到我们这里的金币石啊 就是他在 对我听到这个信息 这个人其实他已经年龄不小了 他在找他未来伴侣的这个路上 已经时间有点久了哦 我感觉到他有曾经去遇到过 比方说条件和各方面都吻合的 可是在情感当中 他可能觉得还是不能够认定 有这个感觉 所以呢下一个来爱你的人 你对他而言呢 有点像他的救命稻草 这个救命稻草的感觉是 他在寻找他人生伴侣的道路上 已经找了很久了 可是他一直都没有能够遇到一个 让他真正可以下定决心的人 嗯 那么他的内心呢 有很多的矛盾跟冲突 这些矛盾和冲突 来源于哦 这个人给我的感觉 他不一定年龄大 但是呢 他其实有被逼婚 或者是家庭给他压力 或者是说他年龄可能 对于同龄人来说 已经有一点大 这个人就是说 他很希望可以跟 比方说大家一样 就是结婚生子哦 但是他就一直没有碰到一个 能够让他做决定 或者是能够让他认定的人 所以呢 他其实之前有遇过很多 或者是他有去相处 想去下这个决定 可是那些选项啊 就是也不能说选项 就是他曾经去 试着去相处和接触的人 都被他pass掉了 因为在他的心中 他还是觉得 嗯 没有办法认定 没有办法认定 没有办法下这个决定 因为他可能在心中隐隐的 还是觉得 不是那个对的人 嗯 这个人给我这种感觉 所以你遇到他以后呢 我感觉到啊 就是可能他 已经曾经遇到过 很多他想去考虑结婚的人 可是却没有真正下这个决定 决定 好 我们来看哦 接下来我们这里有 权杖皇后啊 权杖皇后 哎 这个人呢 他给我的感觉哦 他其实是一个非常有激情的人啊 非常有激情 激情似火啊 那种给人的感觉是很阳光的 但是呢 他的阳光和激情的部分 我感觉到你在遇到他的时候 他不会完全的展现 相反呢 你会觉得这个人呢 可能还会有一点点 畏手畏脚 因为这个人呢 他也许看到你以后 他隐隐的觉得 嗯 想定 我觉得他可能想定 所以他 所以他的那种 大大咧咧 所以他的那种 无关紧要 所以他的那种 无论那个成败 得失心啊 就是都会隐藏起来 啊 给我感觉 所以你在遇到他的时候 你会感觉到这个人呢 做事情有一点点 不敢 就是捏手捏脚 嗯 下决定的时候呢 也是有一点点拖延 不敢下决定 因为这个人他有点担心 啊 他有很多的那种 给我的感觉 他很焦虑 他很担心的是 他的行动 或者是他的那种 真实的那些情感啊 怕把你给吓到 嗯 他担心你不认可他 因为他的心中 可能是蛮定你的 那我看到这个信息 最后一张牌呢 是战车牌的女卫 是战车牌的女卫 嗯 这个人有可能 在跟你相处的时候啊 他可能会 哎 怎么说呢 我感觉到这个人呢 其实是一个 嗯 蛮愿意为自己的那个家庭 和自己的那个婚姻 去努力和 怎么说呢 就是去守护 还有这种信息 我们这里战车 对应的是巨蟹座 其实这个人对家庭呢 非常的有守护精神 和歧视精神 但是呢 这个人啊 因为他的这种 对家的这种看重 我们这里出现了金碧石 生育能力 生智能力啊 他对下一代的这个事情 非常的重视 选得到第二组牌的朋友 你们下一个来爱你们的人 他对下一代 孩子的这件事情 很重视 所以他去谈恋爱 就不仅仅谈恋爱 那么简单 他要找一个各方面条件 都符合他要求 还要他心里认定 还要觉得说 啊 这个人 我就跟大家透露一下 这个人心中啊 他会想找他未来孩子的爸爸 或者是妈妈 他是这样子的一个人 所以呢 你会觉得这个人啊 给你的感觉是 嗯 在情感当中 你会觉得他胆小 啊 我觉得是这个 但是他胆小呢 又会觉得 你又会觉得他很大胆 因为 为什么会有这种矛盾 和冲突的能量啊 因为这个人给我感觉是 他找了好久了 他找那个结婚对象 找了很久 但是他一直没有选定 你是他那个选定的人 所以他有一些能量信息 在跟你相处和 特别是早期的时候 你可能会看到一些 有点矛盾 或者是他的那些 嗯 怎么说呢 就是这个人可能在你面前 有点 嗯 就像我们所说的紧张 啊 他会有点紧张 他会有点不自在 他会有一点点 胆小 啊 他会有一点点 焦虑 啊 在情感当中 他可能不敢去做决定 这些才是你真正体会 他的能量 但事实上是 这个人是一个非常靠谱的人 因为他在寻找未来结婚对象 好 我们现在来问宇宙 你跟他的相处啊 宇宙请你告诉我 选择到第二组牌的朋友 他们下一个来爱他们的人 会如何相处啊 会如何相处啊 来宇宙 金币六 好 好 我们就先 哎 过来 好 我们这里出现 命运之轮 导箭把 我们这里下面有这种 有恶魔这张牌啊 保健三 好 首先呢我们来看这个金币六 来看金币六 这个金币六给我的感觉是什么呢 你们两个人在相处的时候啊 你会觉得跟他两个人 对方一定会对你很好 这是你的初体验 这个人他很愿意为你付出 而且这种付出啊 我们知道金币六啊 这是一张好的业力牌卡 这个人会对你很好 你会感觉到被这个人重视 被这个人疼爱 被这个人关心 被这个人照顾 第二张牌 命运之轮 你们两个人的相遇啊 会觉得 有点像是宇宙的安排 尽管这个人 在跟你刚刚开始的时候啊 你会觉得这个人真的 我觉得你会觉得 他有点怪怪的 怪怪的才是那个 关键词啊 你跟他相处的时候 特别在早期 你觉得他怪怪的 为什么怪怪的 因为这个人他对你啊 他心动了 就是在你面前 可能没有办法 很自然的去做自己 那就是这种 所以你会觉得他怪怪的 命运之轮 你们两个人呢 是感觉到是命运啊 就是在这种转动的过程当中啊 两个对的人 两个频率很类似的人 相遇了 相遇了 这个人他在寻找他未来另一半 寻找了蛮久的 那么他遇到你以后 我觉得他有心定了 有心定了的这种感觉 命运之轮 对于他来说 你就是命运给他的安排 你就是命运给他的一个礼物啊 他要接这个命运之轮 给他的这个人 然后我们这里有一个保健吧 你们两个人呢 我感觉到啊 这个人给你的能量信息 是他非常的定你 你也非常的受他吸引 可是你在心中啊 我不知道为什么 我会连接到这个信息 我感觉到你在心中 你不知道要不要定这个人 因为有可能啊 这个人给你的感觉是 他有一些隐藏的能量信息 因为我刚才有说过这个人 他其实的真实的一个感觉 跟他展现出来的能量信息 可能是有一定差异的 就像我刚才讲的 他有点怪怪的 所以你有点 我感觉到选到第二次牌的朋友 你可能会有一点怀疑 这个人的动机 或者是你可能会有一点 不相信 有点怀疑啊 要么呢 就是你会觉得说 两个人会不会 发展的过于快 过于快 而且这个人呢 他有可能会把 结婚 家庭和孩子的这个能量啊 会不经意的跟你谈起 说起 聊起 所以你有可能会觉得 有一点压力 我听到这个信息 有可能你会觉得有一些压力 所以我们这里有一个保健吧 就给人感觉是 你有一点点 窒息的感觉 压力有点大 压力有点大 不知道该怎么办 我们这里有呢 有一个恶魔啊 有一个恶魔 这个人呢 有点能量有一点强 嗯 有一点强势 他 我跟你 我跟大家讲过 他是认定你 他已经在寻找 未来结婚对象 和未来爸 未来孩子 爸爸妈妈的 这个能量信息当中 已经很久 所以他看到你以后 他 给我的感觉 会给你一种压迫感 或者是给你一种 逼迫感 我们这里是恶魔啊 代表的是摩羯 别做 我觉得你 我刚才 我记得我有跟大家讲 你是他的救命稻草 他可能不会让你 轻易的逃走 也许就是这个能量信息 让你们觉得有一些 怕 有一些怕 有一些恐惧 或者是有一些 那种说不上来的 不安的感觉 我们这里 老健三 你跟他之间的相处 我觉得 你跟这个人之间 你会知道一些 事实 你会知道 关于他的一些事实 这个人给我的感觉 你会跟他两个人之间 有一点点又爱又恨 或者是说 有说不出来的那种 紧密感 有说不出来的那种 能量之间不可破的感觉 但是呢 你又觉得 跟这个人在一起 你会有一点点 焦虑 有一点点担心 因为这个人给我的感觉 他真的有一点点强势 有一点强势 他的强势 并不是说 他跟你吵架 或者是他对你 比方说 你感觉他很高高在上 这种强势来源于 他的那种 对感情的分量和重量 可能是比较重的 比较的heavy 这个人啊 有摩羯座 有巨蟹座 看看还有没有别的 我还听到 其实有处女座 有可能有处女座的能量信息 所以呢 你会在这样子的能量信息当中 可能会感觉 要不要认定他 要不要做这个重大的决定 因为一旦你认定这个人的话 相当于你就是在做你人生当中的 一个非常重大的决定 有可能是这个信息 所以我觉得 选择到第二组牌的朋友 下一个来爱你的这个人呢 他会给你一种 他在选未来的孩子的爸爸 或者是孩子的妈妈的 这种能量信息 所以呢 要看大家对 就是你现在自己人生 是哪一个阶段 因为这里是大众占卜 我听到有一些朋友 年龄比较的小 或者是说 你们在感情当中 还没有想的那么远 或者是说你们想 因为爱情 然后去 比方说考虑家庭跟孩子 可这个人一上来 可能就会给你一种 非常强烈的那种 要家庭 或者是要结婚 要生孩子的能量信息 也许也是这些很重的 有那种responsibility 有责任 这种压着自己的感觉 可能会让你在情感当中 或者是给承诺上 有一些担心 或者是担忧 可是呢 如果选得到第二组牌的朋友 你们如果跟他一样 也是其实在寻找一个未来爸爸 或者是妈妈这样子的人 恋爱的话 那么下一个人将会是这样子的人 将会是这样子的人 你们非常有可能在一起以后 就会有自己的孩子 会结婚 那我们看到这里以后呢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人的工作 我们来稍微问一下 或者是我们来问一下 宇宙这个人的职业相关 我们来看一下 做一个参考 宇宙告诉我 选择到第二组牌的朋友 他们的工作职业是做什么的 请你给我们一些指引信息好吗 感恩宇宙 教育 教育 这个人呢 这个人给我一种 有一点老成的感觉 教育 他可能 当然了 第一个有可能他是老师 或者是他是你的老板 因为有这种 教育 能拿来信息 有可能是你的老师 你的导师 你的老板 你的上级 也有可能呢 这个人 在你的生命当中 他充当一个老师的 这样子的一个感觉 就是说他很喜欢 唠叨你 他很喜欢教你 他很喜 也就是说 这个人他希望你听他的嘛 对吧 我刚才有讲过 这个人给我的能量信息 会有一点压迫感 所以这个人可能会希望你听他的 那么你听他的 就意味着 他是一个比你 比方说更加成熟 更加有生活阅历 有人生经验 或者是他的社会地位比你要高 那么他希望自己可以带你 带领你 你听他的 一起步入一个 给我的感觉是你们共同的未来 但我感觉到这个人可能会比较倾向于去 lead 就是他去引领你 去往前走 根据他的一个想法 往前迈进 或者去到一个他希望去到的那个destiny 也就是我刚才有讲过 这个人在找未来爸爸妈妈的 未来孩子的爸爸妈妈 对吧 你看我们这边提醒也有很多小孩子 所以选得到第二次牌的朋友 孩子会是你们下一段感情关系 可能不容易逃脱的一个问题 我们来看一下 浪漫天使宇宙有怎样的指引信息给你啊 我们来问宇宙 好宇宙请你告诉我 选择到第二组牌的朋友啊 下一个来爱他们的人 你有哪些信息 哪些指引可以给到你们呢 感恩宇宙 我们这里两张啊 Chemistry True Love 珍爱 Religious Factors 年龄差异啊 好 OK 我刚才看到那种牌啊 在哪里 在这里吗 Wedding OK 嗯 好 所以呢 这个人啊 嗯 这个人跟你两个人会非常的浓烈哦 第二 你们下一个来爱你们的这个人呢 他会跟你的感觉非常的强烈 Intense 你们两个人在一起的那个化学反应啊 会很强烈 啊 非常的强烈 嗯 True Love 你们两个人是一辈子哦 属于彼此的真爱 这个人确实是有那种你的真爱的能量信息 因为我们这边出现了跟孩子有关 我刚才有讲过啊 你们下一个来爱你们人 你们是往结婚方向去走的 要结婚要有孩子的 我们这里也出现了Wedding 结婚的能量牌卡 可是呢 选择到第二次牌的朋友 这个下一个来爱你们的人哦 你们会有一些很本质上的区别 这个区别我刚才连接到第一个就是年龄嘛 这个人比你大啊 比你人生有经验啊 比你阅历高啊 都有可能啊 你的上级你的领导啊 就是有这种年龄啊 能量上的差距 第二个 你跟他两个人有可能生活背景不太一样 因为这个人你看 我们这里看到是Teeaching 教教育 教 有可能呢 这个人他很希望你可以听他的吗 所以你们两个人呢 有可能生活习惯不一样 或者是因为这个人给我感觉他想你听他的 所以有可能对于爱情 对于感情 对于家庭 就是对特别是对爱情 你们的三观不一定完全一致 这个人结婚就是为了家庭 哦不对 这个人啊 谈恋爱就是为了结婚 结婚就是为了有孩子 那你们呢 你们是否也是这样子想的呢 religious factors 三观有可能不一样 你跟他三观有可能不是特别的一样 那这个人给我的感觉 他是希望你可以跟着他 他来带领你去向未来 这个人给我非常强的这个信息 如果你是想找一个这种比较强势一点的 你可以跟着他走的人的话 那么这个人可能会比较的好 如果你想要的是那种比较自由式的爱情的话 那么这个人的能量信息 大家自己去做一个判断 好吗 因为我们这里是大动占卜哦 OK 那这里就是选择到第二组牌的朋友 我帮你们看到下一个 来爱你们的人的所有信息内容 那在这里呢 提前祝你好运哦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哈喽大家好 那欢迎选择到第三组牌的朋友 你们呢 选择的是这一个牌面 好 我们来看一下这张牌卡 上面写的是Joy 欢快娱乐 好 然后你们选择这个数字小五啊 黄色的数字七 那我们今天呢 还是一样啊 根据或者是通过一下陶楼牌啊 我们来看一下你的下一个 下一个来爱你的人 我们来看他的能量信息 好 宇宙请你告诉我 选择到第三组牌的朋友 下一个来爱他们的人 这个人的能量信息哦 他是谁 他是怎样的人 感恩宇宙 第一个 四神 第二个 金币三的尼尾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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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看到这张牌啊 金币七的逆位 然后这边是圣杯四者逆位 OK 我觉得这个下一个来爱你们的人呢 他会是一个给人的感觉有一些魅力哦 为什么这样说呢 因为这个人他这里有一个最高女基斯 加上这个死神 他给人一种神秘感 他给人一种神秘感 或者是说他也会给人一种距离感 我们这里天蝎对应的是天 我们这里的死神哦 对应的是天蝎座 这个人啊 他有怀疑的心态啊 有怀疑的心态 为什么这样讲 死亡或者是重生 这个人呢 他的能量信息哦 他希望的是真实生活 真实的一些情感 不喜欢欺骗 不喜欢虚伪的东西 我们在第二张牌 金币三的逆位也可以看到 这个人要么 就是好好的跟人相处 好好的 稳定的 扎实的去 做事 稳定的 扎实的 坦诚的做人 在爱情当中 也是好好的谈感情 认真的谈感情 否则的话 我们就不要开始 金币三的逆位 他给我这个能量 要么就好好的去完成 要么就不要开始 所以他给我的感觉是 他有一些黑白分明 他有一些黑白分明 金币七的逆位 金币七的逆位 这个人呢 他其实 不是一个能够 一直付出的人 我觉得他啦 有可能在那个 很多事情上 他讲究的是一个 有因就有果 有投入就有回报 所以他有一点点 我觉得他有一点点得失心啊 有一点得失心 因为我感觉到这个人 他如果说是投入了 如果说是爱了 如果说是给了感情 给了能量的话 我觉得这个人 他会期待一个结果 至少是期待一个 就是跟他付出的 那些努力 相匹配的结果 不是说想要一个 比方说 那种天下掉馅饼 更好更大的 但至少是能跟他的付出 相匹配的一个 结果 我听到这个 所以某种程度上来说 这个人呢 他也是一个付出型 但是这个人的付出呢 大家不要想太好 比方说 不计回报的 无限付出 No 这个人不是这样子的 我觉得他会付出 但他的付出呢 给我的感觉 更像一种试探 因为他的付出 是需要有结果的 所以呢 他会在付出上面哦 他会是一个颠量型 或者是说他会考虑一些东西 或者是他会算计一些东西 大家去看看这个信息哦 嗯 然后我们这里呢 是圣杯适者啊 这个人呢 给我的感觉会有一点点 我们现在讲的那种 闷骚的那种感觉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人啊 你看他明明在这里 摆一个小星星 可是这个人呢 却是一个逆味 装作默不关心的样子 或者是装作一个 你看 最高尼基斯 有一点冷淡 闭眼睛哦 不看着你 所以这个人呢 给我的感觉是这样子 在感情当中 他其实是一个 嗯 年轻的能量啊 他是一个年轻的能量 但是呢 他会在你的眼中 刚开始的时候 有一种老成感 有一种事故的感觉 甚至有一些朋友 会觉得这个人 有一点点 嗯 老手啊 老手或者是情场的高手 因为他不会轻易的去 比方说展现自己 所有的真心 他总是会给你 一个感觉是 他有所保留 事实上 他也确实在有所保留 我听到这个信息 而且呢 他有的时候会装高冷 有的时候会 把一些神秘感给你 让你觉得 哎 怎么回事 所以他会在 跟你两个人啊 我觉得他会给你一些 惊喜啊 或者是给你一些惊讶 大家自己去对应 嗯 这个人呢 他在心盘当中的能量信息 就是 一个是偏水 一个是偏土 一个是偏水 一个是偏土 那偏水的部分呢 我们看 圣杯适者啊 他其实 嗯 在感情当中 他是一个相当 感觉是相当活泼 相当年轻的哦 他会在老成的外表下 可能有的时候 可以给你来一个 很挑逗 很调皮的感觉 所以你会觉得 这个人 有两面性 第二个呢 是 当你真的去 仔细观察他的时候 你会发现 他对很多事情 其实呢 都是额外的去用心 额外的去小心 他会给你一种 踏实的感觉 他会给你一种 付出型的感觉 但是呢 就像我刚才跟大家讲 他的付出哦 他的小心翼 其实也是有一定的 所谓的 呃 看结果的 看人的 看对象的 这种感觉 OK 嗯 那最高女祭司 我有讲过 这个人 他有点高冷 他高冷的原因呢 其实有的时候 也是因为 他在感情和对情感上 他其实还蛮有自己 很独到的见解 因为这个最高女祭司 是一个 看破不说破的人 他的第三只眼是开的 这个最高女祭司 看破不说破 所以呢 嗯 这个人 你会觉得他很贼 他很贼 他很聪明 或者是说 他很狡猾 一般的人 可能并不能够 侵犯他 一般的人 是不会 轻易能够 骗到他的 一般的人 是不会走进 他的真心 走进他内心 深层次的 他也不会去 轻易的让别人 看到他的真心 所以呢 下一个来爱你的人啊 你会跟这个人相处 我觉得你会有一种 那种 privilege 你会有一种 好像是 很荣幸 被他邀请啊 很容易被他爱上 很 就是很荣幸的 好像是被他看中 被他选中的感觉 那么这个人呢 也会 我觉得是对大家 非常好的 因为你看 你们选的这张牌卡 是joy 是开心 我觉得他的那些 所谓的面具啊 面具的能量信息 更多的是 给早期的你 或者是给了外人 那事实上 我觉得这个人 内心深层次 是一个年轻活泼 有爱 有童真 相信爱情 喜欢耍酷 耍浪漫 耍高冷 可以甩你魅力啊 就是那种给人感觉 非常有魅力的一个人 好吗 嗯 OK 讲到这里啊 我们再来看一下 你跟他之间的相处 我们来问宇宙啊 好 宇宙告诉我 选择到第三组牌的朋友 他跟下一个来爱他们的这个人 会如何相处呢 感恩宇宙 看到这个啊 的安婆 皇帝 皇帝 圣杯六的逆位 金帝国王的逆位 金帝国王的逆位 金帝一 好 权杖七的逆位 好的 嗯 你跟他的相处 第一张牌是The Emperor 这个人呢 嗯 你跟他相处啊 我觉得你一开始就会觉得被这个人保护 无论这个人是男性还是女性 你都有一种被他保护 被他关心 被他疼爱 被他重视的能量信息 The Emperor 我们这里也对应的是白羊座 啊 有火元素在这边 我觉得这个人呢 你会觉得这个人哦 心很大 而且这个人呢 心中有数 这种保护哦 不一定是真的他要为你 比方说 嗯 为你出头 为你挡箭 啊 我感觉到不一定是这种 这个 Emperor 给我的感觉是什么 就是有可能 是因为这个人 他对很多事情 是有一定的分析能力 或者是说 他处事很冷静 或者是本身 因为这里有 The High Priestess 有这种 说不上来为什么 好像他就是知道 这种感觉 所以你会觉得跟他 或者是在他身边 有一种很莫名的安全感 或者是很莫名的 被保护的感觉 因为你不用担心 这个人他会把 你的担心哦 在你担心之前 就已经担心完毕了 因为我感觉到这个人 他是一个脑筋 特别好的人 会考虑很多的事情 会考虑很多事 所以这里的 Emperor 你们两个人在一起 我感觉到 嗯 你会有一种 被他包围在一个 二人世界的这种感觉 会很有安全感 第二张牌呢 是圣杯六的逆位 这个人呢 我觉得他会给你两面性啦 我刚才有讲过 一面呢 你会发现 在你们相处和 交往以后 你会感觉到 这个人有小孩子的一面 就是那种 童真啦 幼稚啦 天真啦 无邪啦 都有可能啊 他会有这种 小孩子的能量信息 但是呢 圣杯六的逆位 有的时候呢 你又会觉得 这个人啊 有的时候会有一点点老成 你又会觉得 这个人像爸爸 或者是这个人像妈妈 他是有一点点 嗯 厉害的 他是有一点点厉害的 他会让你觉得 有安全感 有被保护的感觉 被在乎的感觉 啊 就是那种 圣杯六的逆位 嗯 被宠溺 啊 被宠溺 第三张牌呢 是金碧国王 啊 金碧国王 我觉得你们两个人相处呢 你会觉得这个人 对你花钱 非常大手大脚 他的钱 他的那个物质条件 我觉得也是一个不错的 啊 不错的 因为我看到这个人 他在做事情方面 还有他的这种 两张大牌 major arcana啊 这个人 呃 宇宙并没有给我一个 很明确的 他的年龄 但是我感觉到 这个人呢 无论他的年龄 是比方说年轻一点 还是年长一点 我觉得这个人 都会是在他同龄人当中 比较优秀的那一个 因为他给我一种 油 油滑 狡猾 或者是 成熟 啊 成熟的能量信息 但他内部又是一个 很天真的感觉 金碧国王的那一位 啊 你们两个人的相处 他会 很舍得给你花钱 或者是说 他对你很大方 你会在他身上 感觉到那种 大方的感觉 大气的感觉 啊 大方大气 还要加上 非常的忠诚 啊 跟这个人在一起 你不用担心 比方说 出轨啦 小三啦 应该不太可能 因为这个人 给我的感觉 是很专注的 就像刚才 我讲的这个 金币三合 金币七逆位的能量 要么就好好做 要么就不要开始 要么就看到 那个结果 要么就不要付出 这个人给我非常强的 这种能量 所以你不会担心 出轨 或者是劈腿 这种感觉 然后我们这里 还有一个金币一友 你跟这个人在一起呢 刚开始会比较的暧昧 然后感觉到 你跟他两个人很暧昧 但是呢 你们两个人啊 会有一个非常 正式的交往 或者是正式的 开始的那种 给我的感觉是 有那种很正式的 开始的能量 有可能这个人 会给你一个很 大型的那种 告白仪式 或者这个人 会给你那种 非常正式的一个 那种 接受你的那种 无论是 什么样子的感觉啊 你会觉得这个人 他是公开承认你 而且是非常的明显 金币意图元素 会很明显 让你感觉到 这个人 认定你 选定你 想跟你交往 你们会有 很明确的说法 不会像 比方说 有些感情是 好像总是 没有一个说法 或者总是 好像差一个什么 仪式感 或者是那种 认定感 没有听到 对方口中 说出的那些话语 但是这个人不会 他会给你 非常明确的 实在的一个 感情关系 你会非常 安心踏实的 接受他的爱 因为他会 你看这个金币 毫无保留的 把那个最好的给你 最后一张牌 权杖器的逆位 这张能量牌卡 我觉得是这样子啊 就是 我觉得这个人 跟你两个人呢 有可能啊 在相处的时候 你可能会觉得 在他这里啊 你可能会有一种 被特殊对待的感觉 被特殊对待 因为我看到是 权杖器嘛 一般都是在讲一个 攻击和防守的能量啊 这里的逆位 给我的感觉是什么呢 就是 他会把 他会把 就是 如果你们两个人 有意见分歧 或者是说 如果有吵架的能量信息啊 因为这是火啊 如果有吵架的能量信息 这个人会很包容你 而且呢 他会把你的那些 反应啊 用 就是包了一个爱的这种 所谓的爱的能量去理解 具体来讲啊 比方说你骂他 或者是你说他 什么什么不好 他会觉得你的这种骂他 或者是说他 是因为你爱他 他会把那个 你的那种 攻击 或者是你的那种 吵架呀 这种 他会包上一层 那个糖果 他会觉得你的这种 怎么说呢 你的这些反应 是因为你喜欢他 因为这个人给我感觉哦 最高女祭司 他看到的 不仅仅是 事情本身 事件本身 语言本身 这个人给我感觉是 他会看到 事件语言下方的 那个动机 这个人就是这种感觉 他会看你的动机 如果你的动机是好的 他不会有任何的 那种生气呀 憔气的感觉 但是相反哦 如果你的动机 要是有问题的话 可能这个人 就会很恐怖了 我听到是这个信息 那总而言之呢 我感觉到下一个 来爱你们的人哦 大家会 大家会觉得 受宠 大家会很快乐 很幸福的感觉 感觉到是被这个人宠 感觉到是被这个人关心 被这个人在意 被这个人关注 这个人会关注你 而且呢 就像我刚才讲的 特殊的待遇嘛 你会被他 感觉到是 自己在他那里 是一个很特别 独一无二 世上唯一仅有的那个人 感觉非常好 所以下一个 来爱你们的人 这里你们的能量 排卡是快乐 是快乐 心情愉悦的很 OK 我们讲到这里呢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 神语卡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人的职业 或者是说 看一下他是做什么的 大概来看一下 做一个参考信息 好 我们来洗一下牌 好 宇宙告诉我 选择到第三组牌的朋友 下一个来爱他们的人呢 这个人是谁 是做什么的 感恩宇宙 Spiritual teacher 好 精神导师 精神导师 这个人呢 对 就像我刚才看的嘛 有一定的阅历 有一定的 这个人生经验 而且这个人的 三观可能比较正 三观很正 然后呢 对人对事 还是 感觉到自己心中 有一个很 清楚的一个模型 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知道自己在说什么 知道自己想去到哪里 感觉是人生 好像已经被他 给摸清楚的感觉 所以这个人的 男男信息是 Spiritual teacher 精神的导师 那么这个人啊 有可能是一个 我听到是你的 一个非常好的朋友 有可能这个人 是一个你很崇拜的人 你很崇拜他 你很尊敬他 你甚至很钦佩他 那么这里呢 我觉得宇宙 并没有给出一个 非常特质的一个 什么职业哦 但是既然他是 精神力的导师哦 无论他现在 做什么工作 无论他人生 现在走到哪里 这个人给我感觉是 你会跟他在一起 感觉到 他知道自己 在做什么 这个人并不一定 就是说他是一个 比方说高管啊 老板 并不停留在物质方面 这个人呢 精神力的导师 我感觉到啊 他会给你的感觉是 嗯 他懂啊 他懂 他懂很多的事情 而且呢 这个人有的时候 会给你一种 他明明懂得 却选择另外一种方式 处理问题 所以你会在 内心真 就是内心的深层次 佩服这个人 佩服这个人的 处理事情的方法 佩服这个人 他的说话 做事的那种 啊 处理的那种模式 啊 真心的佩服他 钦佩他 当然了 你也是非常的喜欢他的 啊 我感觉到是这种感觉 嗯 好 我们看到这里呢 再来看一下 我们来看一下浪漫天使啊 看一下宇宙给你 哪些指引和信息哦 关于你下一个来爱你的人 我们来听一下 好 宇宙告诉我 选择到第三组牌的朋友 关于下一个来爱他们的人 你有哪些指引信息呢 感恩宇宙 make the effort 他要你努力啊 你说要你努力 值得等待 对 第一张牌啊 我先跟大家讲啊 这个要你努力 我听到信息是什么呢 这个人是一个很优秀的人 那么 因为我刚才有讲 金比奇 他的努力和付出 是要看到结果的 所以我感觉到 嗯 下一个来爱你的人哦 这边大家需要给他一些回应 啊 你们两个人要有一些回应 这个人他不喜欢被人感觉就是 好像是爱你是理所当然 他需要在你身上看到你的用心 啊 不一定是说你要什么 啊 比方说付什么钱啊 买什么单 我不觉得是这种 但是我觉得这个人 他看你的心意 他看你的动机 他看你是不是跟他一样 认真的对待这份情感 把他的好当做一个珍惜 而不是理所当然 啊 我听到是这个 第二个是值得等待 我觉得这个人跟你两个人的相遇 还有一段时间 啊 Divine timing is at work in your love life 你跟这个人的相遇 还有一段时间 所以呢 如果大家觉得这个人 是你很期待的 你很喜欢这样子的人的话 大家不如在 啊 我觉得现在你可以去做准备 把自己的能量调整好 把自己的生活打理好 啊 值得期待 就是这个人 他会是一个 我觉得是会让你 感觉到 嗯 幸福啊 我觉得是这个词语 我觉得他会让你感到幸福 嗯 好 我们再来看最后一个吧 就告诉我 你有什么指引信息 给第三组牌的朋友 我们来看这一个 新对新的谈话 啊 新对新的谈话 这个人呢 喜欢 深刻的 深啊 这个人喜欢深刻的 话题 喜欢心灵深处的沟通 还有交流 所以这个人呢 选到第三组牌的朋友 这个人 我觉得他会是你的灵魂伴侣 嗯 你跟这个人在一起 可以说 你真实的感觉 你真实的心意 你真实的想法 上到天文 下到地理 甚至是跟哲学 宗教有关的东西 关于你本身 作为我们所谓的地球上啊 你的灵性方面的一些东西 都可以跟他探讨 这个人是一个心很大 很open的人 他其实很喜欢你 给他这种信任哦 因为你在说这些事情的时候 其实是把内心 最真实的东西跟他分享 你跟他可以说一些 大话题啊 就是不是small talks 不是今天吃什么 明天玩什么 你可以跟这个人进行一些 深层次的灵魂的对话 因为这个人啊 精神的导师 他可以给你很多 精神 灵性方面的指引 他会带领你 让你看懂人生的道理 因为这个人给我感觉 他已经明白人生的道理 所以 如果你遇到他的话 我觉得你会在 身心灵三个方面啊 都可能觉得非常的幸福 非常的美满 跟这个人 我觉得这个人是一个很不错的恋人 好 那这里啊 就是选择到第三组排的朋友 我帮你们看到的下一个来爱你们的人的所有信息内容 那提前祝大家好运哦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嗨大家好 欢迎选择到第四组排的朋友 你们呢 选择的是 这个图文 这个图文 好 这张牌卡呢 上面写的内容是 Glamour 魅力 魅力 好 然后这里是你们选择的数字小物六 好 我们今天呢 还是来借助一下塔罗牌 看一下 下一个来爱你的人的信息哦 好 首先呢 宇宙请你告诉我 选择到第四组排的朋友 下一个来爱他们的人 这个人他是谁 这个人是怎样的一个人 感恩宇宙 宝剑R的逆位 全杖八 太阳牌 好 塔牌的逆位 这张牌是想要出来哦 一人牌 嗯 好 这个人呢 首先我觉得他 我们太阳牌在最中间哦 我觉得这个人 他的性格 会给你的感觉是 很阳光很温暖的啊 很阳光很温暖的 这个人呢 宝剑R的这个地方 我听到了一个天秤座的能量信息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人呢 他在就是为人处事 人际关系 还包括感情问题当中 这个人是比较 能够跟就是外界周围的人呢 做一个有效的 你可以去说叫妥协 或者是说就是 他会给人的感觉比较的平和 不会让人觉得好像 就是很容易起冲突和争执 因为这个宝剑R的能量 是比较平和的 啊 这个 嗯 对 然后呢 又是两个宝剑嘛 又是一个平和的能量 所以我刚才就说 这个人给我的感觉 心盘当中 可能会有 啊 天秤座啊 会有天秤座 然后呢 我们这里还有一个权杖八 这张权杖八呢 我感觉到这个人 其实呢 在 嗯 生活当中啊 其实他还蛮喜欢 就是 管事情 就感觉到他会 就是 把很多事情都打理好 这个人给我的感觉 他有点忙 比方说 他有朋友 要去 关注 有什么爸爸妈妈 要去管 然后呢 有工作同事 要去啊 就是去 啊 deal with 然后还有 比方说自己的一些东西 权杖八 这是一个很多事情 在同时发生 而且是很快速发生的 一张能量牌卡 我感觉到这个人呢 嗯 你可能会觉得这个人 很多人需要他 然后这个人呢 保健二嘛 他给人的感觉 很平和 也许也是这个原因吧 大家很喜欢 跟他在一起 有什么事情呢 也很喜欢去询问他 或者是 啊 把他叫上一起 啊 就是这种感觉 太阳牌 我觉得他挺享受他的生活的 OK 那这里呢 我连接到了一个信息 就是选得到第四组牌的朋友 下一个来爱你的人 这个人呢 是一个 啊 享受单身状态的人 啊 也就是说 在他的生命当中 你遇到他 其实他并没有想去 比方说 要去相个亲啊 谈个恋爱啊 什么的 他不会有这种想法 他只是在过自己的小日子 过自己的生活而已 而且啊 因为他生活是比较繁忙的一个状态 这个人给我的感觉是内心很愉悦 啊 没有什么缺失的感觉 他其实认为自己的生活 此时此刻 当下就已经很好了 就已经挺开心的了 不求太多 一切顺其自然 这个人给我的感觉很平和 宝剑儿的逆位 成杖八 太阳 再接下来呢 我们看这里是Tower 塔牌的逆位 还加上一个愚人牌 嗯 他的能量信息呢 感觉到从这边到这边 其实有一个感觉是大转弯的这种感觉哦 Tower的逆位 我觉得这个人 他其实在遇到 怎么说呢 在遇到大事情 或者是人生当中有大转变的时候 我感觉到这个人 他其实会有一点点 怎么说 他需要比较长的时间 因为我刚才有讲 这个人的能量信息是比较平和的 然后呢 他平常也是在过自己的小日子 所以我感觉到这个人不容易起 大的冲突和大的改变 可是呢 当一旦啊 这个人的生命当中 有大的冲突 大的改变来临的时候 就像这个Tower的逆位啊 人生有这种突然一个变故和变化的时候 我觉得这个人 他会有一点点 就是不太能够轻易的从一个很稳定 安全 熟悉的环境当中 轻易的走出来 我们说的是 他不容易轻易的走出来 但是这个人他会走出来 愚人排的逆位 事实上他呢 也是会大胆尝试 勇敢冒险 只是说在他大胆尝试和勇敢冒险之前 我觉得这个人他需要在一个 感觉是一个混沌的状态当中 停留的比较久 停留的比较久 所以这里呢 对应到这个人的性格啊 就是说 他平常可能给人的感觉 就是那种平易近人啊 或者是觉得好像 生活不是很在意那些 就是感觉这个人 他不是特别的在意 不是那么的认真 给人的感觉就是好像 很随和很随意 但是呢 这个人其实你真的 如果了解到他深层次了以后 你会发现这个人 其实他的内心深层次 对有些事情 他只是不想去处理和应对 但并不代表说他不知道应该怎么做 或者是说哪个是对 哪个是错 也就是说 在这个人的心中 其实他有一把很明亮的镜子 他很 他其实看得很清楚 只是这个人 他选择另外一种生活状态和生活态度 他喜欢那种平和的 轻松的 愉快的 而不是那种 intense 非常强烈 政治色彩 很重的那种感觉 这个人 我觉得总体啊 他喜欢过那种 随意的 舒服的生活 好不好 嗯 OK 我们讲到这里呢 我们来看一下 你跟这个人的相处啊 我们继续来问宇宙 宇宙告诉我 选择第四组牌的朋友 他们跟下一个来爱他们的人 会怎么相处 首先我们有宝剑石的逆位 然后我们有judgment审判 逆位 好 OK 我们这里是圣杯石 金碧舞和猎人牌 我们往上一点啊 这个牌卡 大家可以看得见吗 好 这边我们看这个 宝剑石的逆位 你们的相处 嗯 首先我看到信息就是 你跟这个人啊 会有很多很多的交流啊 无话不谈 什么都说 什么都敢说 这是我听到第一个信息 那么在你们交流的 这个牌卡当中 有几张牌卡 就是嗯 大家可以感觉一下 宝剑石 圣杯石 然后有judgment20号牌 就是有这种 感觉是已经到结束末尾 然后 有这种到最后的 这种能量信息啊 十十二十 然后我们这里还有零号牌 我觉得你跟这个人 两个人呢 嗯 有点像是 你们可能人生当中 已经经历过了一些事情 然后感觉到 已经经历过一些事情 那么在这些经历的事情以后呢 对人生呢 会给我的感觉 有不同的感觉 或者是说 对爱情有不同的追求 和不同的定义 这个人 给我的感觉呢 会比较的轻松 如果说选择到第四组牌的朋友 你们在爱情当中 已经遇到过 让你觉得很辛苦 或者是觉得非常heavy 很重的那种 intense的感情的话 也许你们现在的心态 并不想要一个那种 比方说跟你两个人 爱的好像 就是我们打个引号 死去活来 或者是 爱的好像就是 啊 惊天动地哦 我感觉 选择到第四组牌的朋友 你们现在更喜欢那种 轻松一点的能量啊 就是 谈一场恋爱 大家至少是可以身心愉悦 可以是轻松快活啊 至少是比一个人的生活 要好一点点 对吧 而不是 比一个人的生活 好像要更加惨烈啊 所以 这个人给我的感觉就是 可能之前已经经历过一些 或者是你们也曾经经历过一些 那种 感觉是非常heavy的爱情 那此时此刻的你们呢 对爱情有重新的定义 或者是说 有重新的体悟 你们两个能相处啊 保健时的逆位 我感觉到你们会 有很多的话可以聊 啊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 我觉得你们 其实在心里都想去到一个 呃 不一样的感觉 比方说你们曾经在爱情当中 不太敢去说一些真话 或者是说做那个真实的自己的话 那么在下一段感情当中 我感觉到 你们两个人好像是在共同的修这个课题 就大家都可以去说真话 说实话 可以去比较坦诚的去相处 而且呢 就是不要因为爱情 而把自己包装起来 啊 想去证明自己的那个魅力 或者是证明自己的存在价值 和被爱的那种啊 值得被爱的这种能量信息 相反我感觉到 你跟这个人两个人在一起 你们会觉得说 爱情不仅仅只是一个我们所谓的化学反应 那么在爱情之前呢 两个人是要能够谈得来 能够有共鸣 能够是一个互相能够理解 而且是愿意理解彼此的这样子的一个 啊 关系为基础的 所以这样保健时的另一位 给我的感觉是 你们会很希望在这段情感当中 或者是在自己人生下 接下来的爱情生活当中 轻松的生活 轻松的去恋爱 保有自己原有的那些性格和特点 保健时的逆位 希望一个比较清晰的 或者是一个不一样的爱情生活 保健时的逆位 第二张牌是judgment逆位 审判牌的逆位 我觉得这边呢 给我的感觉就是 跟我们刚才讲的有一点类似哦 你跟这个人在一起 我觉得你们两个人 其实有点像是 共同的去 在彼此那里去修炼自己啊 修炼的是什么呢 修炼的是 能不能够在感情当中 通过去勇敢面对自己 就是 无论是自己的阴暗面也好 自己的真实情感也好 还是说自己潜意识当中 最深层的渴望也好 就是大家很希望 可以让自己的灵魂自由 让自己的心灵 得到一个重新的 就是被爱滋养的那种洗涤 我听到是这种声音 所以说 下一个来爱你们的人 我觉得你们会在感情当中 很有魅力 这个魅力并不是说 对方有魅力 你喜欢他 而是我感觉到 你会在下一段爱情当中 展现出本来的自己 做真实的自己 让自己的自信 重新回来 让自己的那种魅力闪闪发光 我听到的反而是这个信息 然后我们这里有圣杯石 我看到你们两个人 在情感当中相处得非常好 就是那种 好像是在心灵当中 跟那个人 轻松 有默契 爱着彼此 这种喜欢呢 是那种 给我感觉像那个 涓涓细流啊 就是慢慢慢慢慢慢 但是是绵缘不断的 非常的温暖 非常的轻松 非常的温柔 也非常的愉快 圣杯石 我们知道圣杯石 在这个地方 有的时候我们也会说 圣杯石这里呢 也是一个代表家庭和孩子 的这样子的一张牌卡 那我觉得选得到 第四组牌的朋友 有可能呢 你跟这个人 我觉得至少啊 会跟他是相处的时间挺久的 这个人 我觉得是你人生当中的 爱情的转折点 就比方说 你之前遇到的感情 是什么样子 这个人给我的感觉 会给你感觉不一样啊 会让你在恋爱当中 感觉到新的体验 和新的感觉 你会觉得跟这个人在一起 跟平常 或者是以往的爱情 是不太一样的 你们两个人 因为我刚才有讲 有两个石的信息嘛 你们两个人给我的感觉是 已经经历过了一些 让你们比较累的 心比较累的感情 那么这一次呢 你们是想去突破自己 然后得到了一份 跟之前不一样的情感 所以这边我觉得 是你们自己有所改变 学生到第四排的朋友 是你们自己去努力的 让自己修炼 提高 勇敢 所以说下一个爱情 或者是下一个来爱你们的人 才会跟你们的频率一样 我们所谓的那个世界吸引力法则 我们是用什么在吸引 其实我们就是用自己的频率 在吸引 当我们做改变 保健时 当我们去改变自己的时候 我们的生活 我们所吸引的人 就会改变 甚至是 我觉得你跟他在一起会 生活天天都像彩虹一样 我们这边有非常多的这种积极的能量 太阳牌 圣杯石 都是彩色的 我觉得你跟这个人在一起 就是轻松 愉快 轻松跟愉快 然后我们这里还有一个金碧舞 金碧舞 我觉得这个人 是打开你心门的钥匙 如果说之前你在感情当中 比方说有点担心 有点害怕 或者是曾经有过一些不好的体验 我觉得这个人啊 你会发现 你很愿意相信他 你觉得你可以相信他 而且这个人所带给你的这种 轻松的能量信息 会让你觉得 好像这才是爱情本应该有的样子 最后一张牌是恋人牌 我们这里代表的是双子座 所以这边我感觉到就是 天秤座和双子座 能量信息比较的强 天秤座和双子座 我觉得你们两个人就像是 天空中的风元素嘛 就像天空中两只鸟啊 或者是说 对 你们很像天空中的两只鸟 就是感觉到两个人的相遇 可以让彼此 没有束缚 自由的飞翔 而且还能够在你们飞翔的途中 遇到一个 懂你们的人生伴侣 给我这种感觉 所以说你跟这个人在一起了以后 当你们相遇相处 慢慢慢慢你就会发现 两个人是非常自然的 进入到一个恋爱的状态 恋人牌 没有什么就是我们所谓的需要去 就像我们所谓的 可能遇到了对的人 一切都感觉非常的顺利 好像一切事情都觉得是对的 就是这种感觉 我觉得选到第四组牌的朋友 你们给了我这种感觉 你跟他在一起 你们相处很顺利 非常的顺利 而且你甚至会觉得 跟这个人相处 是你有史以来恋情当中 走得最顺利的一个 而且呢 你会觉得心情非常好 是你自己心情好 你觉得你自己都在闪闪发光 因为这份感情 因为这个爱人 你会觉得你的人生 好像都增加了不同的光亮和色彩 OK 我们讲的这个地方呢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人呢 我们来看一下他的那个职业方面 那我觉得 在这之前呢 我们一般都会讲一下这个人 比方说 金钱和年龄方面 我觉得这个人 这个人我不觉得他是一个很老成的人 但是这个人 因为之前他有过感情关系 算是比较成熟的人 所以这个人呢 无论他年龄是多少啊 我觉得你会在他的能量上 感觉到是一个偏年轻的感觉 我倒不觉得这个人是个很小的人 但是他 我不觉得他很老成 他的能量是比较轻松的 至于金钱和物质方面 其实这边我并没有看到 太多跟金钱有关的能量信息 这边呢 我觉得选择到第四组牌的朋友 因为是风元素啊 感觉你们更加的去偏向于自由 灵魂的自由 和顺畅的交流和语言的表达 所以感觉到金钱这种东西 好像并不是围绕在你们两个人之前 就是在你们之间的话题哦 所以我们这里唯一出现的金币元素 是金币物 我感觉到你们两个人 其实就是会相互扶持啊 无论是比方说这个人有钱还是没钱 嗯 OK 这个金币我听到刚才连接到一个信息 我觉得你们两个人差不多 你们两个人是同水平的啊 我听到是同水平 如果你现在比方说 是什么状态 这个人可能在这个物质和社会 这个阶级啊 或者各方面条件吧 跟你是比较匹配的状态啊 差不多的 嗯 好 我们看这个 Networker OK 所以这个人呢 我觉得选得到第四组牌的朋友 第一个信息 你有可能跟这个人在网上认识 啊 是在网上认识的 嗯 我听到一个信息是你们之前在网上 第一个呢 是比方说我们相 就是那种 嗯 相亲的网站啊 这种 但是我又听到是 比方说你在网上参加一个活动 或者是你在网上玩游戏 或者是你在网上有些什么样子的那种 网络团体嘛 那么在这样子的团体当中 你跟这个人 就是还没见面之前 就发现跟他很有默契 在能量上好像是比较 频率比较类似 你们有共同的兴趣爱好 你们都是 比方说我看到喜欢小动物 喜欢这种 啊 很有爱 很有同情心的人 啊 再一个呢 我们这里的这个动物是 独角兽啊 带翅膀的独角兽 我觉得你们会 跟这个人啊 感觉到 感觉到这个人很有特色 比方说你在认识他的时候 无论你们两个人 比方说在同一个圈子里面 可是这个人会给你的感觉 他很有魅力 有自己独到的见解 而且有自己非常有特色的一些点啊 这些点是从内而外的 他在思想当中 有自己的说法 有自己的见解 有自己的表达方式 那么在外部呢 这个人的穿衣打扮 也会给你一种 好像跟别人不太一样的感觉 但是这种不太一样呢 并不是说怪异 相反 这个人给我的能量是 非常的高雅 非常的 嗯 有气质 这个气质是那种 很温和的啊 温文而雅的感觉 这个人有可能 非常喜欢白色 我感觉到 他有可能很喜欢白色 嗯 这个人哦 他不喜欢冲突 非常强的这个能量信息 这个人不喜欢冲突 当有冲突来临的时候 或者是当这个你们团队 团体当中 有这种冲突的能量 这个人要么就是离开 所谓的脱离这种冲突能量啊 要么这个人就是会充当一个 我们所谓的那个 年和 顺 柔顺记啊 他会把这个冲突的能量信息 通过他的这种 很平和的能量信息 保健二啊 来把他们就是 理清楚 理顺 让大家都可以在一个 比较 我感觉到是比较 平顺 或者是比较 大家都是一个比较 温和 温和 和善 友好 这样子的能量信息下 去做交流和沟通 OK 嗯 好 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浪漫天使 宇宙给你关于下一段恋情 下一个来爱你的人的一些指引和提示信息 我们来问一下宇宙 宇宙请您告诉我 选择到第四组牌的朋友 你有哪些指引跟提示信息 关于下一个来爱他们的人 感恩宇宙 灵魂伴侣 好 Playfulness 好 还有吗 还有一个 passion 好的 所以 嗯 跟我们之前塔罗牌的能量信息是非常吻合的 宇宙在这里给你的提示信息是 是的 下一个来爱你的人 他就是你的灵魂伴侣 所以这个人我刚才有跟大家说过 无论最后你们会不会结婚呢 这个人都给我的感觉是 你们会在一起长长久久的很快乐 这种心情好啊 这种能量信息是非常难得的 可以在爱情当中过得很轻松 过得很愉悦 这个人是你的灵魂伴侣 所以你们两个人 你看宝剑石在这里 我觉得你们两个人有很多话可以说 有很多话可以聊 而且啊 你们两个人在聊天和交流的时候 都感觉到是很轻松的 大家一聊 哎 感觉都好像是 价值观 三观非常的一致 非常的合 大家在一起的感觉是 熟悉感 亲切感 而且还有那种默契感 嗯 灵魂伴侣 所以下一个来爱你们的人哦 大家选第四组牌的朋友 他会是你的灵魂伴侣 值得期待哦 第二张牌是 Playfulness 我刚才有跟大家讲 你跟这个人在一起 会跟你之前的感情 的那种心情 很不一样 因为你跟他在一起呢 感觉很轻松 感觉很轻松 你会在爱情当中 在感情当中 感觉到是那种 遇到对的人啊 什么都是对的 什么都是好的 轻松愉快 每天都开心 太阳牌 每天都开心 太阳每天都升起 每天都是愉快的 心情非常的好 Passion 很有热情 很有激情 我觉得你跟这个人在一起 一旦确定感情关系以后 你可能会觉得 每天都想笑啊 每天都很开心 嗯 跟这个人在一起 你跟他会非常的有激情 因为你们两个人就是 一到一起 就是那种 给我的感觉 就是那种频率啊 就是非常吻合 就一下子就吸到一起去 两个人就可以去做 一起去完成很多的事情 一起去做很多的事情 一起去面对很多的事情 啊 好 这个地方是networker 嗯 那这个人呢 还有一个情况啊 跟大家说一下 这个人有可能是做电脑相关工作的 或者是网路相关工作的啊 networker 他有可能是IT 或者是啊 工程师 网路工程师 有可能他是一个 就是帮助大家去做调节啊 关系调节工作的人 就是帮助大家能够把关系弄得更好 所以这个人也有可能是HR 就是人事部门的人 很会跟人打交道啊 networker 嗯 还有没有别的 我看一下 嗯 嗯 你跟这个人的相遇啊 还有一种情况是 你跟这个人相遇 有可能是在社交活动上认识的 啊 我还听到最后一个信息 有可能跟他是在社交场合 社交活动上相遇的一个人 好吗 OK 那这里就是选择到第四组牌的朋友 我帮你们看到的下一个来爱你们的人的所有信息内容 感觉非常不错呦 值得期待你的灵魂伴侣的到来 那我今天就先讲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嗨大家好 欢迎选择到第五组牌的朋友 你们呢 选择的是这一个图形的牌面哦 我们来看一下这张牌卡上面写的内容 destiny命运 好 这边你们选择的数字是灰色的数字吧 就先把它放这里好了 我们今天呢 还是会通过塔罗牌来看一下 下一个来爱你的人 这个人的一些信息内容 好 我们首先呢 来看一下这个人是谁 他会是怎样的一个人 我们来问宇宙 好 宇宙请您告诉我 选择到第五组牌的朋友 下一个来爱他们的人是谁 他会是怎样的一个人 感恩宇宙 OK 第一张牌是权杖四 第二张牌是权杖骑士的另一位 好 第三张牌是empress 好的 然后我们这里有世界牌的另一位 然后我们这里有世界牌的另一位 有三张牌都是大牌哦 第一张权杖四出来的时候 我就听到你们两个人给我的感觉是非常感觉很热烈哦 这种destiny的感觉 权杖四也是我们塔罗牌 有的时候会说这里是twin flame 双生火焰或者是说结婚都有可能哦 那destiny给我的感觉是你跟他在一起 你会有一种命中注定的感觉 所以呢选择到第五组牌的朋友 下一个来爱你的人 你会跟他一见钟情 你遇到他的时候 你会感觉到好像这个人就是你命中注定的那个人 你会有一种命中注定的感觉 所以说我觉得下一个来爱你的人 你会跟他相遇的时候 有一种莫名的那种感觉是这个人好像就不一样 这个人好像就是那个人 the one 就是那个人 那一个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人是谁啊 权杖四 这张牌卡我觉得他会是一个 有 嗯 这个人给我感觉他很会社交 非常多的朋友 然后呢 还有一个能量啊 他可能比较喜欢玩 这种玩是什么意思呢 这种玩就是说他会喜欢去参加活动 参加庆典 或者是说喜欢跟他的好朋友一起出去玩 就是他有这种 嗯 喜欢庆祝 喜欢玩的能量信息啊 我真的是不知道怎么来形容了 嗯 权杖四 我觉得他会是一个 对他很会组织活动 啊 这个你们下个来爱你们的人 他非常会组织活动 他也非常喜欢参加活动 或者是说参加庆典 这个人有可能是比方说主持人 比方说是那种搞活动策划的 或者是说做那种比方说婚庆 婚庆相关的 或者是说做那种party派对之类的 这个人有非常强的 或者是非常厉害的组织能力 给我的感觉像是一个那种leader的感觉啊 他可以带着大家一起玩 带着大家一起去享受 或者是参加活动 让生活更加多姿多彩 权杖四 再一个信息呢 我觉得这个人可能比较喜欢去外面 外面的意思就是outdoor 就是门外嘛 就是非家里 这个封闭的环境 因为这个人我感觉到他很喜欢露营 或者是喜欢去远方 看不同的风景 去到不同的地方 喜欢旅行 嗯 那这个信息我觉得 感觉到这个人啊 要么呢 这个人他可能生活无忧啊 就是在物质方面比较的优秀 就是很宽裕 第二个信息呢 我听到这个人他可能出国啊 嗯 他有可能是出国 或者是说在国外的一个人 第三个呢 我听到信息是 这个人他有可能 是一个 嗯 我听到射手座的能量信息 就是说他 他很享受去 经历那些不同的东西啊 比方说 浪迹走天涯 就是那种 因为自己能力很强 也很喜欢冒险 也很喜欢去探险 所以他给我的能量信息是 嗯 愿意多交朋友 喜欢交朋友 然后呢 去 在不同的地方 体验风土民情 体验 人生的冷暖 啊 他给我这种感觉 权杖四 嗯 然后我们这里有权杖骑士的 逆位 这个人呢 他会给你一种假象 这个人因为我们看到前方的能量信息是这种 很多活动 很多庆典 很爱玩的能量啊 所以这个人 你会觉得这个人 嗯 你会可能觉得这个人 他不是很 怎么说呢 就是对感情吧 我觉得你有可能会觉得这个人 他 有点危险啊 有点危险 因为这个人他会很快 这个人对感情就是 看中了 或者是说 觉得是对的 能量是对的 他就会 呃 给人的感觉就会追嘛 就是那种 火元素啊 这里还有歧视的能量信息 他是一个 中年人 比方说 或者是偏年纪轻的一个感觉啊 他会给我的感觉是 很有朝气 很有活力 然后呢 很喜欢 新鲜的事物啊 就是这种 年 那个能量很年轻 你看我们这两个牌卡 一个在那个唱歌跳舞 另外一个在 那个打鼓啊 所以这种感觉是非常 奔腾的 啊 非常火热的 但是这张牌卡是另一位 我觉得你可能会错怪他 因为这个人给我的感觉是什么呢 他其实对感情也很认真 只是说他展现出来的能量是比较快的 但是快并不代表他不认真啊 不是吗 啊 就给我这个样子的感觉 这个人哦 他会对感情很热烈 一旦爱上了就很炙热 Empress 这是一张非常好的牌 Empress啊 代表的是成功 富饶 而且这个Empress 他的这个肚子这边是地球嘛 我觉得这个人很 而且我们下方也有地球世界牌 我觉得你跟这个人在一起 这个人给你的感觉是 有了他 你就拥有了全世界 啊 我觉得是这种 有了他 你就拥有了全世界 为什么呢 因为他 会把你 对 因为他会邀请你进入他的全世界 他会带你见朋友 见他所有的朋友 他会见 他会带你见家人 他会邀请你 参与他的生活 啊 你会有很强烈的被他 融入 被他接纳的感觉 这种感觉就是从心灵深处 被另外一个人 认可和肯定的感觉 所以你会觉得 由他 你就拥有了全世界 他就是你的全世界 啊 我听到这个信息 The Empress 这张牌卡的丰盛 不仅仅代表的是 呃 情感方面 因为这里有精心能量在这里 我觉得这个人 下一个来爱你的人 他的物质生活应该是不错的 啊 的物质生活不错 我们看最后这张牌是大主教 这个人有可能是领导者 啊 这个人有可能是领导者 嗯 有可能他是 因为我们这里是跟那个教育有关的 啊 这个人有可能是从事教育工作 从事 牧师工作 对 有可能 我刚才有讲过 他是组织活动的嘛 所以他是带着大家玩 带着大家去 嗯 一起快乐的生活 他有粉对应的是金牛座啊 金牛座 所以我们这里有 刚才我讲过有射手 有射手座 有狮子座 有金牛座 The Empress这边 又是金牛啊 天秤 都有可能啊 OK 那么世界牌的逆位 这张牌卡给我的感觉是什么呢 这个人的人生呢 我觉得你遇到他的时候 他在他自己的人生阶段当中 他是一个各方面都好的人 这个人他唯一所缺失的就是你 他就是在寻找他的另一半 他的爱情是他唯一一个可能稍微看起来有点不足的一面 因为这个人他朋友多 但是呢能够让他产生那种爱情和那种爱恋的感觉的人 却不多 这个人他其实看似很容易接纳很多的人 不同的能量信息 但事实上 在对感情当中 他就是要那种心动的感觉 这种心动的感觉很难说 每个人都不一样 这个人他自己都不知道 他心动或者是能让他心动的人 会是怎样的人 只有当他遇见了你 只有当他遇到了那个对的人 他才能知道 Destiny 他的命运在哪里 他的命中注定的那个人是谁 好 我们讲到这里呢 再来看一下啊 你跟他的相处啊 我们来问你一说 你跟他的相处是怎样的 好 我们来第一张牌哦 圣杯舞 刚才是这样翻开的 我们取第一张牌 宝剑一 圣杯二的逆位 权将六的逆位 加上 宝剑国王的逆位 好 首先我们有保健 我们首先有圣杯舞啊 圣杯舞 你跟他的相处 嗯 你们两个人在刚开始的时候会有一点卡 你跟这个人 虽然说你觉得跟这个人在一起 你们有一种命中注定的感觉 或者是说有那种一见钟情的感觉 但是呢 有可能在感情当中 你们想要的是一个稍微稳定一点的 或者是说能够给你们安全感的人 而这个人呢 给我的感觉更像一匹野马 打个引号啊 非常像野马 就是他会有那种很狂热 狂野 还有那种自由的精神 啊 free spirit 这种感觉 而且这个人还会在这种 嗯 他的那个圈子里 是一个领导人和 有领导力的这样子的一个感觉 所以我感觉到你跟这个人呢 虽然很 很有感觉 感觉到这个人是你想爱的人 或者是他非常的对你好 可是你会在一开始的时候 有一点点怀疑 你怀疑的是什么呢 你怀疑这个人对你动机 还有一种情况是 你很担心他对你的这份情感 是否是跟别人一样 还是说对你是特别的 我们看这个人啊 他这里有三个圣杯 这里两个圣杯在这边 他希望是圣杯二 我们圣杯二在这里有出现 你希望这个人对你是不一样的 你希望他对你是爱情 不是友情 你希望这个人对你是 相当于 怎么说呢 就是你很希望这个人 会是你心里想象的那个样子 OK 我觉得你这边要选的到 第五组牌的朋友 有可能这个下一个来爱你的人 跟你期待的一个爱情 或者是你期待的恋人的感觉 可能会有点不同 那么如果这种情况发生了以后 你就会有一点担心 因为你碰到了一个 跟你期待的恋人不同的人 然后你又跟他很有很来电 很有感觉 所以我觉得你会跟他在刚刚开始的时候 在情感当中是有一点焦虑的 因为你想知道这个人能否给你 你想要的爱情生活 能否在情感当中 让你觉得有那种安全的感觉 爱的很安全 第二张牌卡是保健一 也就是说你跟他两个人会在某一个地方 某一个点 大家的想法达成一致 有共识 保健一 你们会在想法当中 有一个理智的谈话 我听到是有一个非常理智的谈话 或者就是说这个人会跟你做一个表白 这个人有可能是会跟你告白的 这个人有可能跟你告白 让你清清楚楚 明明了了的知道 他对你的心意 他对你的想法 以及他想计划你们的未来是什么样子 我听到这个 然后我们这里有圣杯二 你们两个人的相处啊 圣杯二 我觉得你们两个人的圣杯二 这种相互彼此认定 牵手 认可的能量信息 会有一点点推迟 因为我听到是 你还是会有一点担心跟怀疑 虽然你们有一个非常理智的谈话 对话 让你很清楚的知道 这个人 他是怎么想的 他对你是怎么个情感 或者是态度 但是呢 你还是会给他一些时间 或者是给自己一些时间 让自己不仅是在理性当中 认为是可以接受的 还在情感当中 认为这个人是安全的 是可以去爱的 是可以去托付的 是可以去相信的 圣杯二的逆位 权杖六的逆位 我看到你们两个人 在那个交流和交往之前 或者是交往的途中 有一段时间 你们会觉得有一点点 给我的感觉 你们会有一点偷偷摸摸的感觉 这种权杖六的感觉 就是说 其实别人可能都觉得 你们两个人挺好的 可是你们两个人 会互相的打一个牙迷 让别人觉得 你们两个人只是好朋友 只是好朋友 所以我感觉到 你跟这个人 你会考察他 你会对他谨慎 你会就是对他 给我的感觉是 你会想要去试探 弄清楚 他对你到底是怎么回事 是不是值得托付 我觉得你会给他一些测验 我觉得你会给他测验 最后一张牌是 保健国王的逆位 那么这一张牌卡 我感觉到的是 你会在跟他的相处和交流当中 慢慢慢慢的越来越信任他 慢慢慢慢的越来越相信他 慢慢慢慢的愿意为他停下脚步 保健国王的逆位 而且呢 这个决定你最终是会做的 你做的这个决定 是一个很大的决定 就是把自己给他 把自己的能量交托于他 让他就是让自己全身心的 完全的相信对方 然后我听到这个信息 那么这个决定是在后来 你会去做的 刚开始的时候 我觉得你会更加多的去 享受跟他的相处 享受跟他的交往 以及去考察他 考验他 对你的真心 那我听到是这个 好 那么 我们讲到这里呢 来看一下这个他的工作 他的工作领域 或者是他是做什么的 我们来问宇宙 做一个参考 做一个参考 好 宇宙告诉我 选择到第五组牌的朋友 下一个来爱他们的人 他是做什么的呢 他会是谁呢 感恩宇宙 Nutrition 营养师 好 这个人给我的感觉呢 像大哥哥和大姐姐 他会给你的感觉是温暖的 这个人给我的感觉就是暖 一个字非常的暖 这个人给我的感觉是让你觉得真的怎么会有这么好的人 怎么会有这么好的人爱上我 他也会有这种感觉 他也许很会做饭 很会照顾大家 不仅仅是在生活当中 而且还会在 我感觉到就是情绪当中和生活当中都很会照顾 你看这个地方是在做饭嘛 他有可能就是很会做饭 会愿意给很多人做饭 让大家都来参加他的这个party 都来参加他的这个活动 因为第一张牌就是这个party啊 权杖四 有可能呢 这个人很好客 经常会把大家都召集到一起 到他家里来玩 或者是去到别的地方一起出去玩 这个人有很强的组织能力 我跟大家有说 有非常强的组织能力 这个人非常的在乎健康 我觉得他也很在乎健康 他在乎的健康是身心灵的健康 比方说身体要吃什么有营养的东西 然后呢要保持怎样的心情 然后呢要去你看要去看什么书 读什么书 精神上的啊 精神上的导师 寒柔粉 这个人就是各方面都很优秀啊 嗯 就是各方面都优秀 还特别的会照顾人 所以啊 你跟他在一起 你真的会被他暖到 选到第五组牌的朋友 你一定会被这个人暖到 无论你怎么去考察 无论你怎么去排斥 因为这个人是你的destiny 你的命运呢 所以 我觉得你不一定能够逃得出他的手掌心 我觉得你不一定能逃出去 好 我们来问宇宙啊 关于你下一个恋人 下一个来爱你的人 宇宙有哪些指引和提示呢 感恩宇宙 就告诉我 选择到第五组牌的朋友 OK 这个牌 我们来看这个 翻开的牌啊 第一个是Honeymoon 又是一张 跟Holiday有关的 跟玩 就是这种旅行 度假有关的牌卡 蜜月 这个人有可能很 最后会跟你两个人 有一个那种 二人世界啊 二人世界或者是 带你去很远的地方 因为这个人有可能是国外的人 就是在海外 有可能他会带你 去到他的家乡 或者直接就是带你去 国外旅行 带你去旅行 让你彻底的接受他 让你知道他有多好 Honeymoon 还有一种可能呢 就是这个人他会 喜欢浪漫 会营造浪漫 也想给你浪漫 让你能够爱上他 第二个是Floot 你跟这个人在一起 肯定是 就算没有确定关系啊 你看这个全章六 我感觉你跟这个人 两个人啊 就是在起初的时候 就很暧昧啊 非常的暧昧 但是呢 有可能在暧昧之前 或者是暧昧了以后 也没有给这个机会 让他能够跟你两个人 公开的发展跟交往 因为我感觉到你会担心 你会测试他的真心 所以会停留在暧昧的时间 稍微有一点久 这个酒并不是因为 他不给你承诺 而是因为你不敢去 给他承诺 你不敢把自己的真心交给他 所以你会考验他 所以你们会在暧昧的时间段 停留的有一点点酒 好我们再来看 好这里 放手控制 嗯对 跟我刚才想的一样啊 就是选得到第五组牌的朋友 我听到是你们对爱情 有一个自己的期待 或者是有一个固定的模式 这个人他可能跟你的期待 跟你的那个固定模式 是不一样的感觉 所以呢你在跟他相处 跟交流的时候 宇宙给你的歧视信息 是要放手 嗯 就是给我的感觉要顺其自然嘛 就是跟着这个能量去 flow啊 去跟着这个能量去 去相处 去去交往 看看这个关系能够走到哪里 或者是说 看你们接下来会怎样 保持一颗阳光的心 保持一个积极的心 去享受当下吧 啊我听到是这个 ok 最后一个 最后一张牌是 先爱你自己 嗯 先爱你自己 刚才有点腻味啊 我觉得是 怎么说呢 先爱自己 在爱情当中 保有自己的原则 保有自己的底线 在之同时呢 也不要忘记 去给对方一些关注 给对方多一点承认 给对方多一点承认 以及去 嗯 怎么说 尊敬对方啊 尊敬自己 尊敬对方 就是感觉到两个人要有一个平衡啊 要有一个平衡 嗯 跟这样子的一个 有魅力的人啊 尽管他是你的 Destiny 你的命运 跟这样子一个很有魅力 很有组织能力 很有领导能力的人去相处 大家就要好好的去 怎么说呢 先爱自己 先爱自己 保有自己的原则 保有自己的底线 好啦 那这里就是选择到第五组牌的朋友 我帮你们看到 下一个来爱你的人的所有信息内容 希望大家可以心想事成 迎接美好的爱情 好啦 那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